教育局局長楊潤彤說 新通識科教授時可以討論事情的壞著 也應該列出它的好處 又會加強監察課程 最快下學年推行的新通識科和國家安全教育 涉及國家觀念和發展內容大增 部分科題有重疊 被形容近乎等同一個國民教育科 教育局長楊潤彤在本台節目講清講楚的形容 是更加聚焦對國家的形式回應社會的訴求 但不等於為國民教育獨立誠課暴露 社會上普遍也認同 我們整個社會對憲法、對基本法 對香港的憲制地位、對我們和國家的關係 在很多地方都表現出來似乎不足夠 將這部分更加將重點提出來 我覺得這個作為教育應有之義 我亦都覺得透過一些多元少少的方法 透過不同學科裏面去做 其實可能效果更加來得自然 到今天為止 我們沒有一個打算去重新建立一個國民教育科 新舊通識科的宗旨都包括明辨慎師 不過有意見就認為 新通識科的學習重點 集中講國家發展的好處 楊宇雄解釋課時減半有限制 所以列出學生應該要知道的事 但外處都可以同時討論 兩地的法律制度的差異的時候 其實這個也是很好的機會去說 其實香港和內地就是一個兩制的分別 大家都明白兩個司法系統 沒有絕對的某些好或者不好 但是同學生可以理性去分析當中 這裡譬如香港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好處是什麼、不好處是什麼 內地有些事情做到或者做不到 好處是什麼、不好處是什麼 除了教科書送審 他承認會加密監察課程 不排除好視其他特定科目 做事學並且檢視教材等等 因為它是新科目 為什麼課時減少都算是新科目 楊宇雄就說學習重點改動過 又說希望大家用平常心去看待 武士電視記者陳家印報導